肠胃不好 空手相拍 肝脾不好 骨口相拍 代谢不好 掌根相拍 肩颈不好 手背相拍 视机喜欢不好 视机相拍 吃了饭就想睡觉的人 是因为你的脑溫血不足 血管里面的脂肪堆积太多引起的 那么饭后跟着我做这个动作 双手交叉 击掌 做五十字就可以了 学会了朋友 这个动作每天五分钟 心肝脾肺肾越练越健康 改善代谢功能紊乱 大家好 如果你有胃疼胃伤胃胀 一个动作我帮你解决 用我们一只手的大拇指 去推我们另一只手的大一只 也就是从肘的根部 推到我们的大拇指的根部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男人身体虚不虚 按牙大拇指就知道 咱们伸出自己的大拇指按牙支付 实际往下按一二三 松开 看它是不是很快 恢复原形 如果它慢慢的恢复了 证明什么呢 你有点虚了 从左手中指指甲的上端 这样扳一下 看这个回血的速度和颜色 速度快 颜色淡红 就证明心脏没问题 但要是回血慢 颜色发指 这就可能是血液粘稠心脏共学不足 每天只需三分钟 养肝护肝很轻松 今天给大家介绍手上的几处 养肝部位 每天只需按摩三分钟 就可以起到养肝护肝的效果 一 肝脏拍度 捏中指 中指指尖处 有个血位叫中充血 经常按摩可以起到保护肝脏 团结疲劳 耳灵的症状 二 狮子的根部 狮子是肝脏胆心的对应区域 按摩狮子根部 可以治疗眼睛 摄氧头正方 三 轻轻握住圈头 小拇指 锁对的位置 就是肝脏调理的血位 每天轻松指措 可以起到养肝效果 敲一下手就能补剩 咱们在家的时候 就负向对撞咱们的大鱼剂 小鱼剂 掌根部位 做的时候要用力 我们平时工作累的时候 就自己这样敲两下 顿时就感觉舒服了 双手打开 食指分离 撑到手掌能张开的 最大限度在握拳 握拳的时候 要把大拇指握在拳头里面 每天朝晚锻炼 两到三分钟 长期坚持 可以疏通全身气血 疏通胳膊筋动 预防脑空血不足 吃了饭就想睡觉的人 是因为脑空血不足 血管里面的脂肪堆积太厚 引起的 每天吃完饭以后 跟着我做这个动作 双手交叉 击掌 做五分钟 就可以了 可以吗 小时间如何